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論盡香港》的《論盡頭條》 我是家偉 今天想跟大家說些什麼 突發英國強迫香港的外籍法官要撤離 梁振英的恥笑 英國的所謂三權分立是笑話 那究竟是說些什麼呢 看之前希望大家幫幫忙先按LIKE 之後幫忙看看你訂閱了我們《論盡香港》沒有 訂閱了的話 看看旁邊的鈴鐺沒有 按完之後把全部的鈴鐺 Youtube開心起來就會派影片給大家 而因為我們是長期被Youtube投訴之下 我們的影片就整鬼是黃標的 所以大家希望記住以下的時間 逢星期二至六的中午十二點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點 下午七點和星期一三四五晚上 我們分別都有直播或者有影片送給大家 訂閱了一定是最好的方法 但是如果Youtube有時不開心不生鏽的話 他就不派影片給你的 大家準時看吧 如果你是在看Facebook的話 也希望大家可以讚好我們的專頁 做完我們的會員的話我會更加好 因為我們會員會有會員的專屬片段送給大家 也會定期有抽獎送給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做我們會員 最後最後記住了 幫幫忙下面到踴躍留言 你有什麼任何意見負能量 儘管下面放負 我家衛也無所謂的 最重要的是不要影響大家 回到社會 回家的時候 帶走任何的負能量回去 我們不想看到的 還有分享影片出去 讓更多人知道我們國家 我們香港 和這個世界發生了什麼事 和一起可以討論一下 話說英國突然無緣無故做了無聊的事情 那他做了什麼呢 英國本身來說 因為香港行一個法律 其實跟英國息息相關的 就是那個叫做英美法系 實質上來說就是叫普通法 顧名思義就是因為英國所衍生出來的法律 之後就是因為英國當時統治過香港 殖民過香港又去了不同的地方 所以在全地球當中的不同的國家 都在用普通法 香港作為一個普通法的國家 不是國家是一個地方 其實有兩位最高法院的法官 其實就是在香港做一個 終審的非常任法官 但是 他們竟然就無緣無故 就是一位叫韋爾德 和一位叫賀志爾 遲去了香港的終審法院的非常任法官位置 即時生效 為什麼會出現這件事呢 原來就是因為英國外相 蔡衛斯就發表聲明了 就說因為歡迎和全力支持 停派在任的法官再去到香港的決定 因為認為香港的所謂的港區國安法 已經產生了廣泛的寒蟬效應 英國政府支持繼續委派法官來香港的立場 越來越站不穩住的腳 他也這麼說 已經到了臨界點了 英國法官不能夠再繼續參與香港的終審法院 認為這樣的話會被合理化打壓 而他的副首相藍韜文也說 很遺憾 同意說 很遺憾 再派到香港做法官的話就已經不行了 也指我們香港越來自由越來越遠 而說這個港區國安法成立之後 他連帶關係之下 這是英國佬他們說的 自由表達和真誠批評國家都已經成為了罪行 其實大家要想一想 為什麼英國早不搞前不搞現在突然搞呢 是不是真的屁屁痕呢 其實大家想一想 港區國安法不是今天才實行 如果你今天實行 你說明天即日你說這樣做的話 你還說得通 但是咦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 今天韋爾德其實接受傳媒訪問的時候 其實他也說了一些東西出來的 這些說話我自己覺得 多多少少就滲出來 就是說比那麼多位全世界所有人都知道 就說是我想的嘛 韋爾德說了些什麼呢 就是說英國最高法院一直都密切注視和評估香港的情況 雖然香港法院對於法治承諾了會繼續受到國際的注視和尊重 不過他和英國政府 你記住了 是一個香港的非常任法官 和英國政府相討之後 英國最高法院的在任法官就難以再繼續出任這個終審法官了 也因為這樣 而雙計會安排難免會出現被示威 是對一個自由政權的背書 就是說 我繼續 作為一個英國人來說 我和英國政府談了 談完之後 英國政府就覺得 是說你不要再這樣安排就不是那麼好的 你再這樣做的話 你某程度上是說背棄了政治正義 言論自由這些東西 這些政權的話 你再為他背書就不行的 所以 如果你真是說想做一個正正式式的英國人的話 你就要捍衛這方面所謂的價值等等之類 其實說這麼多事情 記住一句話就行了 他是跟英國政府相討的 那是什麼呢 英國政府假裝他 給他聽說話 假裝他 明白嗎 就是說 英國人 你是英國人嘛 你是英國人的話 你這樣就聽著了 你再做香港常任法官的話 你小心點 外面水很深的 你自己考慮了 他建議你自己考慮吧 但是你會不會因此說被人backlist了 或者被人拉黑了 或者是說你會不會因此而幫了某某某政權去背書 你自己考慮了 你是一個打工仔一個法官也好 你聽完之後 哇 大哥 你說這些話的話 那我可以怎麼做呢 就趕快辭職了 而這個所謂的英國政府來講 就已經說了 同意了 已經同意了 不會再派任何的在任的法官 來香港的 因為他就說了 英國作為多年來支持香港的法治系統 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先贊一下自己 但是說國安法實施了之後 他認為北京就利用了法律 不斷侵蝕了香港人的基本人權和自由 而這些權利也轉載了 其實應該在《中英聯合聲明》當中 是已經說了應該要尊重的 但北京現在這樣做的話 是限制香港的言論自由 滅聲 以及打壓異己 而英國方面繼續說 國安法完全違背了《中英聯合聲明》 培委了祖國二十五年的香港 一直依偎著香港的法治 其實剛剛說家偉所說的 那個韋爾德 其實他自己本身也是非常淒慘的 為什麼呢 為什麼家偉剛剛所說的 他不多不少說的說話出來 其實是在彈著英國政府呢 就是因為其實在去年的時候 這位所謂的韋爾德 他自己在《港區國安法》成立的時候 他已經說了 如果香港出現了司法獨立被破壞 或者在法庭上違反法律的情況下 他就會辭任這個終審海外法官一職了 明白了嘛 就是說如果香港出現了這個情況下 他就會辭任 但是為什麼早不辭辭不辭 你不是成立了《港區國安法》 馬上辭了 而是說成立了《港區國安法》了 之後隔了一段時間 他無緣無故就說 如果香港出現了問題 就會做這件事了 但是現在回想 其實香港有什麼案件 是會激怒到英國要做這件事呢 是沒有的 完全沒有 那為什麼應該要這樣做呢 一會兒會跟大家說 先說說現在香港的法律界 怎麼看這件事呢 香港法律界我們將舉人家 這個首席法官 他已經說了 對於這件事來說 非常之遺憾 也說再有一些 你不知道正不正常 你自己考慮一下 梁瓜傑他曾經說過 英國現時根據協議 委派最高的法院政府院長來香港任職中院 這個其實是怎麼說呢 他又說是等於英國在保隆法的世界龍頭地位當中 為香港而加持 那其實這句說話 我覺得梁瓜傑是弱智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根據香港的 所謂的法律上來講的話 或者說原定本身 一向做的事情 法官 這些非常任法官的話 是以前由港英年代流下來 就是英國都會一向派兩個人 下來做非由常任法官的 是以前定下來的事情而已 你說英國在這個普通法當中 為香港加持這些是弱智的說法 弱智都不能再弱智的 因為一向做開 以前香港是殖民地的嘛 以前殖民地的時候流下來的 你又說這是為了香港而加持的 你是癡根的 那也說了 如果協議一旦終止了的話 等於剝削了香港僅餘 僅勝的什麼法律優勢 法治優勢 令到時候香港已經再不是一個會生金打的我 無疑就是這個 基本上現在這刻香港 如果沒有了那兩個英國大法官的話 就會變成跟深圳和上海等城市一模一樣的了 救命啊 第一 那兩個原派過來香港的話 是以前一向做的 這意思而已 我反過來的角度跟你說 這兩個派來香港的所謂法官 你喜歡就派不喜歡就不要派了 為什麼突然在這個時間派呢 一會兒會跟大家說 但是梁瓜傑所說的 香港再不是說會生金打的我 這句說話我突然又想起一句說話 就是梁瓜傑之前說過的 當年的時候就說李卓仁先生 那不是說他要選立法會嗎 那時候就說最後李卓仁輸了嗎 他當時他們其中一把 所謂的常方武劍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 有機會如果李卓仁輸了這次選舉的話 美國給香港最優惠待遇的話 就會說不保了 那到時香港就會哎呀沒有啦 世界末日啦 對上一次李卓仁再出現了 在這個所謂的選舉當中 和現在的話都已經差了一段時間了 是不是 香港倒了沒有 沒有嘛 那我真的很想知道了 香港現在來說 什麼會生金蛋的我 香港的法治 和生金蛋的我有什麼關係呢 我真的很不明白 哦原來生金蛋的我 意思是說 這個就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地方 那現在呢 那兩個法官沒有了之後 香港就不會再說非常之 備受推順啊等之類 愚蠢嗎 這個世界有什麼人會覺得說有兩個英國法官 就會覺得香港是一個生金蛋的地方 不是啦就是梁家傑這種人 如果你以商業的角度上來說的話 你在香港做生意是生意就生意 當然是說利益而已 有利益就那個真的叫生金蛋的我了 哇沒有推論過法官了 我不會來香港做生意 嘩 痴近 你睡醒了沒有 而另外同樣是資深大律師的行政會議成員 湯家驊就說了 其實他就警告英國 你如果真的終止了這個所謂的協議 其實正正是違背了中英聯合聲明 而同一時間也說 如果韋先生 即是英國的所謂的法官 非常人法官 韋爾特 他真的覺得 香港現在被蠶食的 喂 你不是應該留在香港做好他的嗎 為什麼你會打算走的呢 而英國這一刻還要叫別人 喂啊你不要再留在香港了 喂喂喂 不要傻了 你是不是瘋了 其實香港呢 是說因為所謂的港區國安法有些法官要走的話 就不是今天的事了 那在之前的時候 在成立之前 因為之前已經有一個澳洲籍的法官 先後就辭職了 他表明說 哎呀 和國安法有關的 息息相關的 那你這樣做的話 我不會說你有什麼錯的 為什麼 第一 你真的成立了之後 你說有問題的話 那你說有問題的話你就走 那我反過來問大家 這個所謂的 如果之前有法官走了的話 對我們香港有什麼法 有什麼繁榮穩定啊 或者說 生金打的我等 知道有什麼直接關係呢 沒有 完全沒有 而我們最強的KOL 或者是我們正常人來說 或者是一個得高望重的人士 梁振英先生呢 就這件事也是說 說回 是恥笑英國 三權分立 梁振英先生呢 就說回 其實 如果真是根據這個所謂 中英聯合聲明的話 那其實現在這一刻 你再留在這裡 啊 不是有什麼意思的 你喜歡做生意的話 你賺錢就留在香港了 但是 關什麼國家事呢 關什麼港區國安法事呢 現在這一刻 有什麼案件是大到剛剛出現 而你覺得是會 影響到香港的言論自由呢 沒有 梁振英先生呢 真的挑通眼眉地說 其實英國政府是長期施壓的 在這方面 現在施壓到什麼 是逼法官辭職啊 記得剛才阿嘉偉已經說了 那位韋伊德先生 他也是彈出來 說一些有意無意的說法 其實呢 我跟英國政府說了之後 英國政府叫我走 那這個 不是說破壞三權分立嗎 這個 正正就是說 政治凌駕於法治啊 一個政府 無緣無故和一個法治的 法官說 喂 你繼續在這裡做的話 就有問題了 蛤 你英國的法治凌駕於我們香港 你英國的政治凌駕於我們香港的法治 說不說得通啊 還有 擺明這是完全行政干預了法治 這些擺明是完全惡劣 一方面英國就是 阿啥香港沒有言論自由啦 阿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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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八婆嗎 都在這裡說話啦 那你說完之後 就迫到那些法官走的 這不是干預嗎 還是你可以說 說沒有啊 我說一下而已 他喜歡就繼續留在那裡 你可以這麼說的 英國 你耍無賴是OK的 沒問題的 但正正你這個所謂前日不立地國來講 英國司法獨立一面 就已經完完全全變成一個污點 也可以這麼說 梁振先生說得非常好 英國所謂的三權分立 正式公告破產 絕對是國際社會的笑話 也可以再認為 這個絕對是一個惡劣 污點 破產和笑柄 那麼多位看到這裡的話 你也看到了 英國人根本是瘋了 而我們挑通眼眉的那麼多觀眾朋友們 看到這裡 應該你們明白到 就是英國擺明 用它自己的政治 去嘗試干預我們香港的法治 但是大家放心 全世界就不只英國和法國是用普通法的 用普通法的地方其實是有不少的 你說要再找其他正常的法官過來有什麼所謂 其他國家也可能被美國控制住 可能很擔心 在法治上的角度來說的話 只要那個人 他肯定想過來 而是說再經過我們終審庭的首席法官 等之類去推薦 其實他就可以被任命為香港的非常人法官了 所以基本上你說英國不做的話 你就不可以做了 再者 咦 我們香港不可以推舉一些華人法官上去的嗎 不行的嗎 好了 那現在是說我們這一刻來講 哎呀 我們挑通眼眉了 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究竟外國又會怎麼看香港的情況呢 那家偉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歡到處亂看新聞 對不對 對也好 不對也好 我自己都會給大家看看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那家偉我自己本人就看過一些外國的媒體 就著香港和就著香港這件事 英國就說要收回那兩個法官了 應該說那兩個英國法官就辭職不做了 他們演說是什麼呢 就說根據香港傳媒所說 所以他們就說香港已經被言論自由侵蝕了 所以那兩位是說法官就表示我們難以繼續在香港去做 所以他就要辭任了法官 這件事我繼續說 我所說的現在這一段 是說外國媒體怎麼演說香港 他所說的是根據香港的傳媒所說 那兩位的法官因為是香港言論自由 下剎幾千字之後就說他最後辭任了 那究竟所謂的香港媒體是什麼媒體呢 那個就是日月教了 我沒有說名字 自己知道哪些報紙就知道了 那現在大家明白了 這樣說דина окroads 外國不斷的打嘴炮 然後搞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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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 之後只有兩個兩個人 兩個法官的法官回到英國了 而香港的其中一個媒體就發了這件事之外 而香港的其他媒體就說過 就引用過香港的媒體 之後就引用過香港的媒體 就說哎呀是的 廢業onda него states有сь 就正如那件事 他們整個操作就是這樣 要不斷污衊我們香港的司法 我們經常說我們要司法獨立 我們要公平公正公開 我們不是不做 還很努力做 之前那些瘋狂的法官說 基本上都已經走得七七八八了 之前有一些要移民 也都移民了 現在我們所看的有些真的冤獄 多不少可能覺得你的判決也挺特別 但也沒有以前說 這個叫什麼 被良好的小孩 中火那個 那你也說得出什麼法官 現在起碼沒有這種人 正直了根據法律去判處 無論你是執法部門也好 執法人員也好 或者你是小偷也好 一視同仁 起碼我們現在看到的法律也有這種情況 何來出現所謂言論自由而依然入罪呢 我看不出來 你說之前說 哎呀 什麼什麼 誰說文字獄等之類的話 審了 如果你真的因為之前的案件 你一早就辭職了 說到尾 其實 其實最大影響的究竟是不是我們香港呢 我告訴大家 絕對不是 為什麼呢 無論你走幾多個法官都好 請 請法官回來就可以了 對呀 之前我剛剛已經說了 對呀 很多人說 哎呀 港區國安法有問題 我是外籍法官 我要走 我要走 走之後又怎樣 香港是不是倒了 沒有倒了 證明 梁瓜傑所說的什麼 什麼生金彈的我 這些弱智的 癡根的 法律就是法律的 法官就是法官的 什麼生金彈的我 你想說什麼 完全不明白 如果大家知道梁家傑說什麼 歡迎大家下面留言 香港是沒有任何特別的大問題的 再者 外國怎麼看我們香港的話 說真的 如果你是商人 你知道香港有利可圖 你就繼續在香港做生意 你真的說 哎呀 因為香港是一個法治之區 我特意要來香港打官司 不是沒有的 少一點 也難一點 因為香港鬥隆這麼小 最慘的是什麼 就是本身那兩個法官 家衛 為什麼你突然幫兩個外國老友記說話 你們有問題了 不是 大家知不知道 其實香港和英國法官的薪酬 差幾遠 香港是多英國三分之一 是啊 法官是多三分之一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也有很多外國的律師過來香港 是說幫人打官司的呢 知道為什麼嗎 沒錯 也是因為香港在打官司來說 賺的錢 是多過英國的 所以現在大家明白到 為什麼這麼多外籍律師過來香港 或者 為什麼那些法官 是這麼喜歡過來香港 繼續做法官呢 其實現在最慘 就是那兩個 明明三十幾萬一年 三十幾萬一個月的 現在我要回英國 只有二十萬 怎麼辦 還沒計稅 是啊 有什麼你跟英國佬說 沒辦法 那你英國人 你受不了頸 那你一辭職 那我祝你前程子感 說實在曾經來過香港的話 我希望你 享受過香港之後 回到英國的時候 就不要牙痛的聲音 當然我也不明白 其實你自己本身 會不會 跟英國政府 有什麼特別的 延後利益給你 我不知道 你是法官 你理論上應該不會這樣做 但是 你要故意放棄三十幾萬 回到英國 收二十幾萬一個月 還要重稅 誰會做這件事 最後最後 我用回英國的一位前法官 去跟大家說回 究竟 英國這件事 在國際輿論上 其實是什麼一回事 根據家偉 其實在網上 再看回不同的資料所說 有一位英國的前法 最高法院的法官 沈耀遜 以前英國 喜歡把自己的名字 轉為三個字 那這位沈耀遜先生 他在英國《泰晤士報》說了 如果英國真的要求 一些常任法官辭去他的職務的話 實際上是政治杯葛的行動 也擺明是向中國政府施壓 去改變所謂的民主議題立場 這個做法絕對非常不合當 法官是不適宜加入這些法治 或者政治的問題當中 促請英國要儘量避免破壞香港的司法獨立 以上剛剛所說的話 家偉不是我口中說出來的 是一個前英國的法官說出來的 就是什麼一回事呢 其實 聰明一點的人 就會知道 根本是英國人在玩東西 再說下去了 家偉啊 剛才你說了 其實為什麼英國現在無緣無故要搞我們香港 他從頭到尾都不是搞我們香港 他是搞我們中國 搞我們國家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歐洲都是說很大的問題 俄烏衛衝突當中 很多國家都希望中國靠邊站 但是中國一直都在說 我不會靠邊站 我就是希望儘快和平手段 儘快和平手段 儘快解決這些問題 說完 那英國的法爛衝突不斷說 隨便找些東西亂丟 隨便發爛衝的其中一個方法就是 要香港撤走他 你講真一句 到現在這一刻 我再說一次 其實你撤走多少個法官也好 把所有英國人全部撤離香港也好 其實對於我們香港來說是絕對沒問題的 好閒 夾不送 為什麼呢 香港人一向多 多你一個不多少 你一個不少 趕快叫所有英國人回去都沒什麼所謂 你說香港 哎呀 那不是說很多英國企業不做事的話 我們香港就損失很大 你不做 大幫人做 有錢 方人會不賺 不知道大家又怎麼看呢 歡迎大家下面留言 又或者如果其實你是明白梁瓜傑說什麼的話 我希望你可以翻譯給我聽 不知道為什麼 梁瓜傑說的那些全部都是中文 但是我每隻隻知識的 加在一起 我就不明白他講什麼 蛤 生金蛋 我 你是不是在說那隻我 你跟他熟一點 希望大家下面有留言之宜的話 也幫幫忙 喜歡不喜歡也好 先按個讚 訂閱我們 2至6 中午12點 星期一至五下午5點 下午7點 和星期一三四五晚上 都看一看我們論壯香港會有直播會有片送給大家 還有還有 如果你看到Facebook的話 希望大家都可以讚好我們的專業 同時可以做我們的會員 就最好不過了 因為我們會有會員的專屬片段定期會給大家 也會定期有會員抽獎 希望大家快點做我們的會員 最後最後 將你的負能量 想說的話 所見識的問題 所有的事情 想說什麼都好 下面留言 和分享影片出去 令到更多人都知道 我們國家 我們香港 和這個世界 發生什麼事 我是家偉 稍後再見 拜拜 好 好 好 喔 還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